怀孕之后,身体各种不适,孕吐,胃口不好,浑身乏力,疲劳适睡,回到家就想躺在床上睡觉,真的懒得出去走动,我也有同样的感受,怀上二宝后,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躺在床上了,只有这样才得到心灵的放松。 有的妈妈因为饱胎,胎排前置,宫颈口腾等问题必须卧床休息,那就更没办法出去走动了,但是,等身体好转后,还是找机会出去活动一下,防止出现一些其他身体状况,不能走路,可以坐车,不能走太远,就短距离,小范围活动,总要活络一下筋骨吧。 很少出门会导致维生素B缺乏不出门,不能接受日光的照射,容易缺乏维生素B,影响钙质的吸收,胎儿的骨骼和牙齿发育,都需要从母体获取钙质,钙质不足,不仅影响着妈妈身体健康,还关系到胎儿的骨骼发育。 我这里所说的日光照射可不是大中午头,去太阳底下晒呀,而是选择上午十点之前,下午四点之后的时间外出,如果感觉太阳狠度,要戴太阳帽,打太阳散防护,或者在婆娑的树荫下行走,都是可以的,也不要因为要接受日光照射,就去太阳底下暴晒。 另外,缺乏维生素B,早期也会着床不稳,造成生化妊娠或者开庭,有一个朋友,做事馆做了几次了,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,最近一次又是一个月开庭了,原因竟然是缺乏维生素B,可见维生素B还关系到胎胎着床,很少出门活动身体机能下降不外出活动,体能会越来越差。 所谓流水不浮,呼输不渡,不出门,胳膊腿都要救助了,有了汽车之后,都用汽车带步,四肢的功能出现退化趋势,所以现在都着急的找地方,找时间锻炼身体呢。 长期不出门活动,心肺功能得不到锻炼,会日渐低下,肌肉得不到使用而肌肉松弛,整体上的感觉就是全身无力,也很容易肥胖。 后期减肺难度增大,分娩食饮没有力气,而不得不扑复产,很少出门活动免疫力变差不出门活动,不能呼吸新鲜的空气,技能变差的同时,免疫力也会下降,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。 大部分药物对孕妇都是禁忌的,如果感染后就有胎儿畸形,流产,早产的风险,如果感染后不,由于孕妇身体不好,对胎儿也会产生不利影响,发育不良,畸形,早产的情况也会出现,到时就会出现进退两难的地步,很少出门容易心情抑郁,很少出门,不接触各种人群, 一个人容易胡思乱想,导致心情压抑,不良情绪会影响胎儿发育,使胎动次数增加,早动不安,使胎儿体重偏低。 孕妇情绪不安还会影响胎儿恶不发育,造成吐唇,不安的情绪也会造成循环系统紊乱,引起流产或者早产。 所以,有条件的孕妇还是要自己活动起来,分担出门的时间,保证大人身体健康,孩子正常发育。 当然,有很多必须要卧床休息的,当然要请尊医嘱了。 如果不能外出活动,就让家人经常开窗通风,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,在阳台边上接受一下日光的照射也是可以的。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,除有一问,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